原标题 四野两个师歼灭第一个王牌团 引爆一个连锁战局 又歼敌万人 1947年5月 东北战场上的夏季攻势展开了 二重受命协助一重从西线侧击长春 四平坚了敌军的敌军 七十一军的接合部 在前国旗地区以远距离奔袭包围敌军据点 进行尾点打员 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而后向四平以南攻击 5月8日 二重刘镇司令率领纵队从前国旗 往府地区出发 分左右两个纵队攻击前进 前卫四师摇摇团 将怀的城北八十里的双城堡敌人包围 歼灭敌其二十三团三百五十余日 伏敌团长共出怀的城 首敌为新一军三零十九零团和保安一七团 集起兵二十一步 共五千人 由九十团团长相殿员指挥 刘镇立即下令四师兵 分两路于十四日辅小前 从东西两面包围怀的之敌 四师经过一百二十里及行军 准时完成了对敌包围圈 然后 由阵殿把东总以赐 六师的工程决心部署 并建议纵和武师进到怀德城 与大黑林子镇之间公路两侧 担任大员 这得到了东总的批课 怀德城距长春五十公里 距公主岭二十公里 是中长路以西了重镇要点 城内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 新一军一个团和保安一七团坚守 兵力相当集中 火力组织严密 通事以护城土为强 地堡 火力点组成 地雷 铁丝网围绕外围 全城整体防卫 没有外围据点 新一军骄傲地称之为 且打敌怀德城 城四周的地主们也叫嚷着 解放军打不下怀德 四师兵临城下时 师长陈金玉住在东三家子村 村中有个地主公开说 要把怀德城打下来时 把我家养的两口大肥猪送给解放军 刘震与四师师长陈金玉 六师副师长张洁诚和主公团长们 连续两天底进到城墙外摊查地形 确定把突破口选在西南角和正西边 因为这里是敌人90团与17团结合部 进攻阵地有效和高 和树林炮兵士即能发扬火力 刘震于是下令 以四师和六师并肩突破 10团12团 从城西南角突破 16团17团 从西门北侧突破 以11团和18团 从城东南和城北交进行助攻 堆敌形成四面包围 这是一个一点助攻 两面助攻的维艰部署 在刘震排兵部阵时 五师十三 14团 于16日拂晓 砍到怀德东南二师李宝 随即 担任对公主领方向打员任务 与此同时 东总也下令一众和独立妖师 在二师李宝以东怀德 至长春公路上 组员敌心一军从长春增援 同时 做好对公主领方向来源的 七十一军的维艰准备 这样本来是受命为一众打配合的 反而调动了一众为二众打员 十六日十八时 攻打怀德成的战斗打响了 二众两个炮兵群 同时向突破口进行破坏射击 经过三十五分钟 将两个突破口打开三十米 步兵立即进行爆破 两侧地宝 火力点大步摧毁 紧接着 一期队团尖刀 连以勇猛迅速动作 仅七分钟 三个团先后冲进突破口 先锋团击退敌人的反击 进入到市区进行向斩 半夜 部队相继投入了街市战斗 并将敌心一军九龄团的防卫体系 个列成四块 最后 九龄团残部不得不死守在关地庙 聚昌龙烧锅 大型 当和小学校据点 但是 解放军还是犀利无比 不久 敌团指挥所和据点攻势一一被毁 守敌位全歼 十七日十五时 胜利结束战斗 怀德城获得秒解放 二栋击辟新一军九龄团团长巷电源 毕商敌两千六百人 辅敌两千八百人 脚炮八十六门 机轮一百零五艇 部轮一千一百五十五只 以及大批车辆 弹药物资 当初豪言解放军打下怀德 就送两口大肥猪的地主 吓得没等怀德解放 就套着大车逃走了 二纵攻克怀德成全歼新一军九龄团保安17团 开创了东北战场上 第一个全歼新一军一个掌团的范例 郭敏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 一军全团为解放军歼灭 在东北战场上上述首次 其大震惊了南京 二纵攻击怀德 一纵负责党员敌第七十一军 与七十一军八八师 在大黑林子大战 于是 刘震指挥二纵南下 又参加为歼敌七十一军的大黑林子战役 大黑林子为歼战 再次创造了奇迹 二纵和一纵两个竞旅联手 歼灭敌八八师和七十一军直属队 共一万余人 这一次胜利 再次震惊了南京 二纵本来是配合一纵作战 反而调动了东总 改变了全局 之后 自己两个师兼敌一个王牌团 引起连锁战局 再次在大黑林子兼敌一万人 难怪南京不宜再震惊 一栋和二栋就是后来四野的第三十八军和三十九军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仿佛